今天以一根草说起的话 就要首先说关于中国话 对美学的研究 老子曾经说 诗人家之美之为美 诗恶语 很多人解不通这句话 怎么美之为美诗恶语呢 事实上老子这个解读就是买个关子 美不是知识性的 是感性的 是没有目的的 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就用这个恶语 孔子也没有画画 也没有真正的写美学的理论书 但是孔子呢 就以理人为美 理就是什么相理 大相理的理啊 我们广东话是大相理的那个理呢 那么以理人为美 是人爱的人 就是跟人做乱居 这就是最好的美了 因此呢 中国人在画中国话 后来一直强调人格美术 尤其是读书人画画 就希望强调人格的精神 因此对于植物 对于动物 都要求能这个样子的取材 植物来说 用一根草来说 这怎么解读呢 古人说 君子只得风 小人只得草 那么这个草不是小人了吗 领到天下的人就是风 小人呢 就是小老婆姓 但是一根草戒 并不是不值一提的了 如果我们从意识文化的层面 去思考的话 不被重视的东西 如草这样子 还是能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力量来表达它 在理念上认同它 现在我是家到中大作为老学 那么中大的一分子 我是后学 那么因此 我就很愿意 作为一个小老弟 白头的小老弟 从一根草说起 我这根草 也可以成为一个十分钟的净草 而不是落草 谢谢各位的好不好 谢谢欧教授 欧教授今天您会为我们示范 什么题材呢 我还是画几条草吧 阿兵 阿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